立委傅昆琪服务处3号上午举行新春团拜 服务处团队排开达十多人 阵容盛大并宣布由前议员林宗坤担任服务处执行长 深化并扩大服务量能 而团拜后傅昆琪也一一发开工红包 表示新的一年团队会接近所能为相亲服务 不会辜负民众的期待 立委傅昆琪服务处3号上午举行青春团拜 并由傅昆琪本人带领服务团队被妥清香共品 祈求国泰民安、花莲、咸允昌龙 而这一次以线位差距竞选失利的前线议员林宗坤 则获立委傅昆琪延揽担任服务处执行长 立委傅昆琪希望借重林宗坤多年继承服务的经验 深化也扩大服务的能量 今天服务处不只要团拜 要带来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服务处的好消息 我们要请到林宗坤、林议员 来担任我们服务处的执行长 借重他多年在基层服务的经验 律任花莲市市民代表、花莲市议会的议员 以及各社团的负责人 并留学纽约采学兼备 同时地方的社团尤其在今年领袖营这个方面 琢莫甚多 希望我们服务处未来不只能够为我们全县的相亲 带来最多的服务的热忱 也能够让我们花莲的建设能够蒸蒸日上 傅昆奇也向行政院喊话 要求苏花安今年一定要动工 不只是我们地方的建设 我们苏花改二级的苏花安 我们要求行政院今年一定要动工 如果他们再不动工 那没关系 明年我们自己执政来动工 傅昆奇强调 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展望年 不只要迎回国家 迎回台湾 更要迎回和平 而服务处团队也竭尽所能 为相亲服务 不付民众期望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 derived到在唱片上 gemeinsam 一切详再过rosoft 主持人然后 建设相关为 舞台湾